事故现场一片混乱 警销人员忙着减伤分类 上换和家属全都一脸惊魂未定 因为他们搭乘了游览车 竟一头撞上桥墩 结后余生乘客几乎全挂彩 身上血迹斑斑 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指控事发当下 司机疑似整晚没睡不专心 才会没注意到桥墩限高2.8公尺 导致高度至少3公尺的游览车 直接撞进桥墩导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撞上去了 我们一点防范都没有 就是导游困在最前面 它困在我们把它抬出来的 当时坐在上层座位的是 来自大陆宁波的陆客团 三个家庭25人 年纪最大的74岁 最小两岁 他们跟一名大陆领队一起出游 事故当下坐在最前方的领队 跟两名乘客首当其冲 受到重伤当场昏迷 有软车撞桥蹲意外 就发生在高雄古山 闯会的王姓司机是高雄当地人 驾驶资历约三年 他自称因为跟导游讨论行程 才会奋行养货 要左转 然后呢 然后谈事情跟导谈事情 结果没注意到绿队就上去了 原本预计到台湾观光 六天五夜的陆客团 从台北一路玩到高雄 却在第四天早上 发生自撞意外 大乱行程 采钢订婚的大陆领队 也因此陷入重伤昏迷 究竟意外怎么发生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陈古明 我们现在一层居小组高雄报道